各位同仁,請就座,現在我們開第十六次會議,請秘書長先讀第十五次會議議事錄 工商理由處長陳昌偉等,本會秘書長陳茂林等五人,來賓各報及各廣播電台記者,主席陳議長文昌,記錄李雙龍,陳鴻某,陳樹瑩,主席先告開議,報告四項,以主席報告千道議員以打法令人數,二秘書長先讀第十四次會議議事錄,三縣長率衛生局長劉建廷,農委處長陳德馨,以南縣動植物防疫所所長張經緯等報告,縣府隊以獸肉獸肉精臨檢出之態度及作法,四縣長率建設處長林國瑜報告, 縣政府執行優拜可於宜蘭羅東之執行方案及情形,五,縣長率計劃處長李東儒,警察局長高壽孫,工商理由處長陳常偉等報告,縣政府對本縣議員各項提案及執行要求辦理等四項執行效率與考核情形,討論四項,以討論縣政府對於豬肉獸肉精臨檢出之態度及作法,大會決議,為確保消費者食用肉品安全,保障現民健康,現前縣政府的調查, 定定本縣肉品受肉精臨檢出管理知識條例,以105年12月底之前送本會審議,二,討論縣政府執行優拜可於宜蘭羅東之執行方案及情形,大會決議,一,縣政府辦理本縣公共執行車優拜可系統建設計劃, 首應考量以完成建制後能達自給自主之營運狀況,再以施行並審慎評估以BOT方式辦理之可行性,二,縣政府應將規劃,規劃將依拜可公共自行車及依拜可公共電動二輪車系統建設計劃, 使施作以執行,以因應更多使用組織需求。 三位,三五十一十十八分,以上。 好,醫師臨,沒一件,沒一件,我們準備,來。 醫師臨,沒一件,可以講幾句話嗎? 好,可以,您議員。 好,主持齁,各位同學,大家好。 主持齁,您要想,專題討論,好像在做什麼呢? 好像議員好選人去證件發表會,選委會隊來看。 議員一個人說三分,專題討論,議員說三分,說什麼? 沒有充分了,沒有充分了,沒有充分了,沒有充分去討論啊。 對。 對嗎? 好像我們每年,他也沒有他回答。 就是綜合,這樣就好了。 議員好像在做什麼? 這是地點。 地點,你去想啦。 我們說農事,掛稅金就好了。 我們有議員,有議會, 那個議員縣不動產,評價委員會, 評價,你也做過了。 那個委員的比議員更大。 議員沒關係,這個選什麼議員。 對嗎? 感動不動,比較有一個, 人民跟政府評價這個委員。 比較有這個。 我們推敗兩位去,議員推敗兩位去, 他有沒有聽議員的聲音嗎? 我們議員在裡面, 還有一個衣服, 誰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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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我跟誰我跟誰的人跟誰。 那你有什麼想法嗎? 你有什麼想法嗎? 提案是要充分的瞭解。 要互相回答應一下。 我跟委員先詐詐, 但是有專題討論,不可以這樣做算 對,議會的尊嚴要拿出來 對不對,好,主席英明 好,謝謝 非常感謝您習明議員 一直煩惠,有需要來改建 好,來 主席,我對這個有什麼意見 訂訂本線肉品,瘦肉菌,您檢出這個 是肉品及加工品 熱品及加工品 熱品的加工品 好,那我們這個把它補充 加在這裡好了嗎 好 好,感謝陳鋒習議員 這樣我們這個部分把它加下去 這樣,其他的部分有意見嗎 這個我會處理 好,那個 我們的會議記錄只有修訂 加一個加工品 沒有意見的為 剛才林市民議員 你講這個 很有得理 我認為說 專案討論 必須要 工房 兩方面 講一個清楚 不要說你剛才說的 說到 沒有一個很好的結論 這樣也不好 好,那我們下午 再繼續我們的專案討論 我們現在邀請縣長及相關單位人員列席包臺 好,我們下午 討論的第十個提案 宜蘭市都市計畫區內之公共設施保留地 用地開發以及宜蘭和整體規劃 開發與延伸同環公園之辦理情形 那我們的提案人是林西民議員及林志宏議員 那首先 我們先請林西民議員 先補充意見 現在 我可以說出來 管長會幫你答一下 可以嗎 好 來 我們主席 管長 各位社長 各位同學員 大家 我的提案 我是說 我本身宜蘭市 我出席了宜蘭市 現在宜蘭市有十幾年 我是看宜蘭市中心 以前的時代 管長 以前在宜蘭市大過 以前的時代 我們的數字重化也好 宜蘭市跟我們數字重化也好 我不知道 以前我不知道 現在是立地 說說設施的 阿浩用地 市長用地 那些都沒有一併開發 都留到 宜蘭市中心 我們整個 整個 整個 說設施不成 做之後 放這裡 雜草 重生 地外 都帶 替主 雖然有信性 合法 不過看起來 觀瞻現不好 我希望 管長 你有看有什麼辦法 他變成 當 當時 他變成 要怎麼做 好像有市長用地 還有力地 還好用 一定地 什麼 那些變質情況 從 文化中心 開機比較乾 都放在那裡 我是覺得 影響人的 第一的 我又沒有想到 那些 保留 那些保留 來拜託說 我說這些話 我心裡說 一個民意代表 我感覺 那個地方 我看政府 都沒有人去插 政府也沒有人去插 我記得我們隔壁那裡 保養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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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那裡是機關用地 保養廠 要賣 賣後 他要檢驗土地出來 跟他做一個公園 宜蘭市公所 文章 做一個 油路 汽菜 這個 所以我覺得 他市區 要改割 市區 土地 這麼多 沒有改割 尤其 現在宜蘭市 觀眾啊 宜蘭市現在 土地還多三四棟 三四棟 那一棟 幾棟 我不知道 好像多三棟 巨山南路 巨山北路一棟 巨山北路一棟 讓他們路的 還有 中華國中旁 那些土地 蓋起來 三省一後 這些人 一個祖父 不可能一台車 他的祖父 如果設計一台車 他的祖父 三台車 這兩台車 這兩台車 就是路邊 倒住亭 我希望說真的 政府有力 公有的土地 盡量來變形 停車用地 因為宜蘭市現主席 都沒有很好的一個停車用地 說簡單 有停車用地 火車停車用地 火車停車用地 是給人家做鐵車 鐵車現在有開開 鐵車你知道嗎 鐵車你知道嗎 火車大會有鐵車 以前的經濟鐵車開開 現在有開開開 現在我是說 那個是停車場 還有我們的中央市場 那個停車場 不太有開放 我想說要開放 我們像業地去做聽家庭 聽家庭的部分 一般的八歲減用 你就可以去做什麼版本 就去開放 所以說歷史以來 館長都沒人去做 市長也沒人去做 你看宜蘭市說的簡單 很可憐 稅收過少 你做頂長 不是說我做善租得這麼好 人家在頂長 銀糧午餐 國小國中 國小而已 一年八千幾萬都免費 我們紀念市都要費 差這麼多的政府 我紀念市多百分都要費 所以我希望說 剩兩年我 這裡看裡面真的 那些土地要怎麼開放 看要怎麼做 不要一直在這 旁邊一堂七價位 還三分的喔 五分的 五分的喔 這樣 不要說五分 五分跟剛才一樣 我就說 我問五分 五分 現在是五分前 希望你講重點 不要說幾分 講幾分 講幾分 到這個時間也不一樣 我講幾分 你說重點嘛 他比較知道 這樣啦 講一個最簡單的 觀眾啊 你有能力做這個 有辦法做還是沒有啦 這是地點啦 有什麼辦法啦 把這些真的 我們兩個對面的力量 不六七十年啦 對喔 甚至 有的 全主意啦 主意生的方法啦 有怎麼做喔 第二條 憲法啦 我希望觀眾啊 八十八年齁 八十九年 老修成在中山橋和慶後橋 開六千幾萬 我要七千萬 有滴水富安 有的街梯 好 那我們繼續齁 邀請林志宏議員 你們同樣是提案人喔 先跟他講一下 好 感謝台北主席 館長藍各局所長 還有議員同仁 同仁同仁 當初我拿這個案 其實我很關心的是 我們館長的政権的落實啦 拿這個案 因為他帶動KB 在宜蘭齊祖東新店 帶動綜藝跟銀山的發展 包括我們 我先跟你姻山來講 這個同仁公園的進度 其實我們很多官民都很關心 現在到底是做好嗎 做到什麼程度 所以當時可以來用 尤其在參加我們四月二十二 深奈綠洲的開幕 在KB KB這邊的民眾 也都很期待 在KB的地方 有這樣的一個 政府的公共投資的一個設施 來帶動KB的觀光發展 所以我希望說 我們套貨相關 官政府在做 希望套貨相關的 包括你議會報告也好 或是在相關的刊物 憲政刊物 或者憲政府網站 可以占對選舉的時候 很好的政見 畫了很多美麗的圖案 工作進度的報告 再來未來 在同仁公園 能夠有哪些項目 包括這次我們要說 像綠箔裡面有很多東西 大家議員也在批評 這些東西可能一次性 用活動版刷 之後 東西都沒有了 是不是能夠 有一些東西是可以留下來的 或者是說 到我們學校 放到學校做 這個類似裝置藝術 錢都花下去了 能夠做充分的運用 我們也有很多議員 你說 吉蘭吉蘭館 好山好水 其實到處都可以是一個博物館 我們怎麼把這些東西 花的錢 能夠讓整體來帶動 那就像 再拉到宜蘭市 我也保重 我知道你說的 這個電動巴士也好 像管戶在宜蘭吉蘭 在吉米公園 也帶動起來 但是因為跟林西民議員說的 停車空間的不久 我們是說 現在我在公社 有在推這個吉米公車 它也是一個觀光的亮點 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大眾運輸系統 然後接駁的點 適當的接駁的點 然後開闢 把一些都市計畫 裡面公有土地未徵收的 我們是可以結合民間的力量 先做一個類似VOT的停車場 讓車輪在市口 不要讓它去市口 然後我們再透過這樣的接駁車 還有我們整個宜蘭河的一個水岸的相關的一個景點設施 做一個串聯 包括說 剛才說的 要讓我給我 跟中山叫我這段 當年宜蘭市立在北東 我不曉得蘇俊蘇好了沒有 等一下也請新政府這邊回答 北龍鎮 去年在北京就北到北了 我也有北了 已經北到北了 然後蘇菌的工作 跟整個宜蘭河的整個水上的觀光 也是帶動宜蘭市的一個新的景點 目前有在投入多少 來協助宜蘭市工作 來把宜蘭河這麼漂亮的好花 這麼漂亮的這條河 讓民眾親近宜蘭河 宜蘭河濱公園 再來延續 我相信目前這個遊客中心 應該是總委優輸以來 統大政府的導組案 怎麼做整個代狀的一個連結 我在管府有用心做一些規模 我們議員還是很多民眾 都不知道宜蘭河目前這個進度在哪裡 所以我再強調 我提這個案子 是想聽縣政府 你們做多少 目前的進度 再來當時可以完成 這是很多官民都很關心的 希望 我想也是我們林縣長 任內可以達成的一些政績 是不是說也請我們管府團隊 可以加把禁 然後讓這些案子 能夠讓我們的縣民能夠看到 然後我們議員馬開北公 好感謝兩位議員的這個提案人 那我們現在邀請縣長先達戶 他們剛才兩個提出來的問題 好處長可以 謝謝兩位林議員的指教 跟議員報告 那我們現在針對於整個宜蘭縣的都市計畫內的公共設施保留地 那這個部分中央有一個專案的同盤檢討的部分 現在正在進行 那基本上這個進行的過程是有幾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就是要先有一個變更的這個原則 要送到內政部先去審議 那這個原則我們已經有差不多你一定完成了 的一個原則 那當然這個在這個原則底下 包括塊狀的公共設施跟線狀 像道路的公共設施是有一點不太一樣的原則 那如果檢討上沒有需要的 尤其是學校可能有些 配合這個少子化的問題 學校的用地或者市場用地等等 這個部分我們全部都會納入來做檢討 那這個原則通過之後就可以製作這個通盤檢討的說明書 辦理公展跟後續的兩級都委會的審議 審議完成之後其實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一個整體的一個處理 那現在縣政府已經針對這個部分有在做整體的一個規劃 然後這個部分不只在宜蘭市 在全縣所有的都市計畫都會辦理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那以上的部分 那今年的這個檢討的原則應該就會送到內政部 內政部核定之後後續的變更的草案 跟這個部分就可以來進行 以上說明 臺灣主席和各路所有議員先前報告 我們針對宜蘭核的規劃 河川的規劃大家宜蘭核的規劃分成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大概就是浙山防洪 是在防洪的部分 第二個階段我們投入的是生態整治 我們希望這條河川能夠更生態 那在第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是希望能夠結合人文 結合社區 大概有分這樣的三個階段的整治 那整條宜蘭核流域 又可以區分成五段 第一段是在最上游 包括說雙年皮 包括雙年筆 那個地方 那在這個地方 基本上是以整個山林保育為主 那第二個階段 第二個階段是在中上游 包括說橫山頭休閒農業區 包括說大湖風景特定區 包括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是以休閒農業為主題 跟第三個階段 就是我們現在要好兵公分 包括剛才林宿明領議員有說到的 在88年左右有進行一個滴水浮岸工程 那滴水浮岸工程 它基本上還是採取生態工法 所以用金座暖石 用蛇籠的方式 去做複岸 基本上就是希望人跟水 可以更加的清淨 那讓人可以清淨水 而且對整個水域的生態也是好的 那第四段就是中下游的部分 中下游的部分 大概是結合整個農業的生產 結合整個農業的生產 去突顯當地的特色 那最後一個階段就是在河海教會的地方 所以說配合到那個鑽尾的旅遊服務中心 我們有推出了一個生態魅力園區的計畫 一個整合型的計畫 結合到非常特殊的像 南陽溪宜蘭河 河口的那個部分 副分組 這給我改裝 通常就是說 全世界所有任何一個偉大的城市 一定有一條美麗漂亮的河川 其實我們來看宜蘭河 宜蘭河的環境 宜蘭河的條件 絕對贏過擋山河 因為宜蘭河就是在我們宜蘭市的景點 包括它的水質、它的環境都很好 那我記得早期 統載的時候 也曾經有過很天馬行空的想法 就是說 是不是宜蘭河有這條破題 然後讓人跟水能夠更清淨 但是因為基於整個防洪的考慮 那個所在是 那個被 這個想法 這個想法是後來是沒有被採用的 所以說 我們在堤防裡面 堤防上面 不會在堤防上面的時代 在整治的過程裡面 也把它堤防 一些原本是水泥的堤防 然後去綠化、去美化、去種樹 去做成斜坡 讓人跟河的關係能夠更清淨 尤其是在那個宜蘭河 目前整體好的郭兵公園這個階段 那它大概基本上又結合了 整個宜蘭市的規劃 又有幾個特點 包括說 葛酒窗的結合 配合微管術 包括今天楊四方經驗 林圓 包括說 後面的那些 球場運動經驗的使用 大家在宜蘭河這邊都這樣 另外我們來看 其實宜蘭河的 水質宜蘭河的條件 其實是非常好的 所以說 其實宜蘭河發展的空間是很大 那未來怎麼樣去強調整個軟硬體 油氣行為的規劃 我相信議員的建議 公理處這邊的認真地 來訴託給各位 以上報告 謝謝 您重點都沒有說 什麼時候達到什麼 什麼時候能夠達到什麼程度 好 您現在說的都是天馬神 說一堆 我們這裡聽到無沙沙 你也說得更清楚 再說一遍 好 請坐 廚長請坐 最簡單就說最簡單 主席就叫我說簡單 我就說宜蘭河都五十米 現在剩二十幾米 要十二米蓋的 被人牽涉 那河都三十米做起來 所以中山丘跟宜蘭丘 要跌跌而已 這麼簡單 好 好簡單 沒辦法當時要做 對 拜託那一個 店舖定基台肺 觀眾啊 我定基台肺說幾次 觀眾也沒人要做 我做議員 是可能會失敗的 對嗎 不然你說來肥甘 跟水利僑來肥甘 看當時有辦法搶 那些二十米都把它做起來 汙泥的 汙泥的刷路 這個第一點 觀眾啊 這個議案佛是很漂亮 剛才廚長說 其實齁 其實齁 新生丘 那裡要做一個 藍沙坡 那就賣了 藍沙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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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簡單 藍沙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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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各位同仁,還有我們的主席 宜安河,自從 倫館長你來,已經兩年了 你做這幾年了 你看,我去當年跟你妹妹 把我拿著稍微穿一下 我發現你做了這段 宜安河這兩年一定 這段要怎麼做的情緒錢 你這樣跟他對於兩年不過 頭到尾,連去當一家公園去南部 這個我是自己看的 第二,你看,這個同仁公園這個 幾條我怎麼做 你剛才跟我說 我們委員,自己騙騙一下 他也騙到這樣 這個比較久,他就去驅逛 他就不跟你拚命 本社希望你自己的日子來以前 做的契約給我們 可以頂端再做一次 本社,如果我剛才說起來 剛才幾個議員在說 你來煩的 那個建設庫,這個 這跟木庫一樣 煩的 可以走開 很漂亮,煙河 剛才我們處長在說 可以冷到水比較接近 應該這樣還可以做 這個比較拜託我們的管長 第二,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公園設施 我當保長,當田南先生 在做管長的時候 現在我在做主席 他就說 我來跟中央建議說 我們現在 英國黨對面 幾號的公園 立體 英國黨對面 那一道平 給他們各種 那一道平 應該是 我可以說 像廣告教 這款 古廣告教 這個毛色 我可以一半 這樣一半做 那一半做 應該看哪一半做 那你把這個 一世紀 一百年 如果是這樣 我看起來非常不對 我想說 這個應該的管長 跟中央建議看 比較大的像 立九一樣 立九那一道 立九代 立九代 都不可以 一半做 一半做 更停車 哪有價值 那你一四六 一八年了 這些中央建議 都合到一八年 一八四六個月 哪是這樣 我想說 這個管長的時候 這個可以 撒甘地是看 你的市政 現在專民一政 還有專民 專民專民 要研究法 不然你放了什麼 不是辦法 好嗎 好 謝謝 那我們 我們繼續邀請薛承宜議員 謝謝主席 這一題的那個專案報告 其實有講了三題啦 分別是我們的都市計畫區內的公共設施保留用地 這是一個 那另外一個是宜蘭河整體規劃 這是第二個 那第三個是原山公園的辦理情形 這是第三個 那很感謝大會能夠一口氣把三個蠻複雜的主題放在一起 然後也邀請你的各局處市來 還有甚至我們現場來親自回覆 那因為這三題其實有些關聯性 但是其實要一併在這樣的主題裡面去談完 我相信有它的局限 所以我就不會去設立 去太發散的講 那我會盡量 我想要比較主要有意見或是想法的 主要是在那個我們談到 都市計畫區內的公共設施保留用地的開發狀況 那其實我們在縣府這邊提供的報告 我們光第一頁跟第二頁期就可以看到 一個很清楚的數據有關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的取得情形 那很顯然其實在裡頭 我們的公園用地 兒童遊樂場 綠地 廣場 這幾個相對於就是對市民 對生活而言比較有關係的用地的取得率 是相對比較低的 那相較於這些事情 其他只有大概是機關用地 跟我們的市場用地 學校用地相對是比較高 那剛剛其實處長 在簡單回覆的時候有提到 現在其實有在重新檢討 對這些用地的取得 這些取得的比例 是不是因為我們的社會或人口的變遷 所以要調整一下這些取得用地的比率 在這個計畫裡面的設定 但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是 這是在去年從大會開始 我就一直針對我們都市計畫 提出的問題 就是我們這些取得的判斷 究竟是根據誰的標準跟誰的判斷 那當然我們官方會有一定的安排跟檢視 譬如說我們有一定的設施的設定標準 我們去看說剛剛講到 就是人口的成長的速度等等 但是這跟長明的需求 是不是有落差呢 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在針對通盤的檢討 都市計畫通盤檢討 這些程序我相信大部分議員都知道 那不需要處長再去告訴我們 多久會通盤檢討一次 通盤檢討會做哪些程序 送到都委會甚至到中央 這個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我們現在都知道說 其實現在一直以來在都市計畫的審議裡面 缺乏很多的公民參與的機制 很難得有專題報告 我們可以看看這一次在公民參與機制 有沒有新的調整 好像沒有 所以我其實比較期待的是 未來這些用地的檢討 我們現在只有談宜蘭市而已 我還不是談全部的宜蘭縣 宜蘭市裡面的這些用地檢討 我們民眾如果對這些用地檢討的使用 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真正的需求 什麼時候可以參與 只有公宅的時候嗎 這會很可惜 再請處長跟縣長回答 謝謝 好 感謝陳毅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楊順牧議員 謝謝主席 官長還有局長 各位董人 我在想說 我現在說宜蘭市 立地的取得 從早就爬起來 都跟他不停 剛才處長也有報告過了 我在想說 我在想 不知道 宜蘭河 這麼看 從伊山 跑到鐵路這裡 這麼看 算算 也有幾百塊 那種立地 是不是可以 納入 宜蘭市的比例 不行 怎麼說 怎麼說 怎麼可以更好 那也是 國家的土地 怎麼會說 那不可以 我也想不到 這是第一點 第一點 第二點 十多年 一二十年 我自代表就說到 伊蘭河 增加建設跟一些運動 威樂 休閒的廣場 那個高攤地 應該可以 使用 去年 五月 飛機的時候 我就拿出一份 伊蘭河的所有的設施 包括 包括 露天表演台 表演舞台 蜻蜓碼頭 滑板區 流冰場 飛盤區 運動區 噴水池 親子吸水區 這些是不是 在高攤地 可以使用 因為這種設施 是 沒有 離土面 不夠一米 都在土面 是不是這個東西 可以跟何船 來做深入的討論 可以讓我們來做 因為現在年輕人 我聽很多 我們伊蘭市的 這個居民 這個年輕人 是不是他們爸爸媽媽 都要把他們 訓練這些孩子 要去運動 發射他們的經歷 都要去帶他去 勞動 要去拔圍 所以說這個地方 是一個 很利用的地方 南米 以後 我會拿的這張 給你們參考 這是做一個參考 還有伊蘭橋 那天我跟水利署的副指長 曾經說過 他說可以比照 這個 伊蘇 用金車 他要幫我們補助 你說這個東西 都很少 是說 應該是沒有那個能力 應該是 何山宮 有要幫我們幫忙 趁這個機會 現在也有 副館長 有做一個 專案 稍後 去處理 這條橋 可以說有做 水利橋 跟我們幫忙 我們館長 和志工所 大家拿出來 幫助 把這個橋 創好 也是我們 伊蘭市 外地要來 一個大門 結合 這個伊蘭河 是 一個 很好的構想 很少 在 土地 中 創過很少 好 感謝楊順莫議員 我們現在邀請 縣長 還是處長 先做回應 好 等一下 好嗎 因為沒有你現在 後面太多 好嗎 先給他講一下 你再說 好 好 主席 各位議員 他就是無法協定 伊蘭 東南公園的 那個 進度 把各位做一個 比較熟悉的報告 那個 我們 那個 公園的 主席行程 都是 三點七公斤左右 這些 本來 大部分都是 軍縫的土地 我們在 去年 十二月三十月 完成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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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們現在 已經上門 軍縫 就是 對 土地 跟建築部 那個 遺告的 那個 那時候 他在辦 他一定 他一定 他應該會 給我們答 就是 正式做一個 檢告 另外 在這個 那個 同時 我們已經開始 進行 相關的 工藏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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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計 這個設計案 差不多在八月 今年的八月 會完成 我們一定 這樣說 就是說一定 因為我們這個 工藏 所需要的 經費 不少 所以說 我們是分級 分區 下去開發 下去開放 我們 建築 原來 軍營 這區 這區的 部分 我們一定是 一百公七年的中順 我們 好好完成 來做一個伺營文 醫生 好 來 主任 針對重點 這邊 剛才 處長講的非常重點 有關於公共設施通盤檢討部分 我剛才說 今年應該這個原則就可以完成 之後後面會來跟這個部分做溝通 它以檢討的標準通常是這樣子 有關於機關用地市場用地跟學校用地 會有我們跟相關的機關 認為這個就是學校本身還沒有徵收的部分 到底還有沒有開闢的需要的部分 會做整個通盤的檢討 這個會從教育的部分的體系來做檢討 那市場的部分也是一樣 那還有機關用地 因為如果機關學校機關已經沒有需求了 這個基本上都會全部來做檢討 那檢討之後變更主要會變更成公園兒童遊樂場 這一些比較民眾會需要的一個公共設施的部分 基本上是往這個方向來檢討 這個是塊狀公共設施的部分 會這樣來做處理 那如何來提升跟民眾之間的參與的部分 我想這個原則 進內政部要 因為內政部的規定是要先原則要先他同意過 才可以來辦後續的這個規劃的部分 那後續的規劃的部分 我想這個部分 議員的指教部分 我們會再來跟地區的部分來說明 因為這一次的專案通販檢討 基本上是針對公共設施保留地 不是全部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是當然是希望 這個部分可以約快核定 我們後續的部分就可以來做這個部分的一個執行 那楊遠提到的部分 河川區的這個部分可不可以來做綠地的比例 這個部分在法規上是不行的 以上做幾點的補充說明 好 那剛才兩位處長已經有做兩個部分的一個詳細說明 我們繼續邀請陳鴻錫 好 那是不是宜蘭河剛才有 他有談到說那個要把他請 親密的部分 是不是能夠先報告一下 公務處 公務處 有關於宜蘭河的 不管是整治或整理或滴水護岸的部分 還有剛才那個楊松木議員關係那個宜蘭橋改建的部分 我大概說明一下 基本上宜蘭河的核酸治理的工程大致都完成了 所以河川區在這個河道裡面是不會有任何的一個工程來進行 不過他們現在目前在做的是滴水護岸的一個整理 像他去年在永津段他就做了一段滴水護岸的一個整理 所以他會持續去辦整個宜蘭河目前還沒有做滴水護岸整理的河段去做這方面的一個整理 整理完以後 其實這部分縣政委就可以接續去做類似我們現在看到的河濱段的那一段的一個工程的一個布設 當然這個布設會分做剛才常委處長說明的上中下游的一個想法去做處理 主席 主席 我市長來請坐 我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 我們現在八十八年 我記得八十八年 我們老館長在中山區和慶豪區 那些做一個滴水護岸也有買 買頭 對岸也有做 對岸都放起來 整個都做大陸的一個做起來 我既然這邊 有滴水護岸 買頭就是 白龍準的買頭都做好了 做好了 做好了 每年風態 現在二十幾年了 每年風態 來的都被蓋起來了 其實兩邊 河案都做好了 現在就是被蓋起來了 所以說 久都沒有清了 我相信你們在座的 公里處長的 你們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 主席 主席我看你還是不知道 八十八年我已經到縣政府了 我清楚這一段的過程 那剛才也陳如常委處長講的 其實滴水護岸的處理 或許像剛才議員講的 很多原本的固定設施 沒有啦 我現在是這樣啦 處長就不用說一下 那座要清潔 這個 我告訴你 本來就50米 我們整個都50米 你們裡面都土啊 清理的部分都去處理 清理淤積的部分 本來就是核專局要去做清理 不過我們已經跟他談好 這個部分由我們來執行 好 館長啊 館長啊 館長給你要求這樣 這麼簡單而已 館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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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資料給我們 再來就是說 第二階段 要怎麼來結編 整個公共設施保留地 已經有三、四十年了 對一些地主實在很不平定 要怎麼做 趕快可以結編完成 最後的期程可以到長時候 你也跟我說一下 謝謝陳議員 公共設施結編 透過都市叫變更 要經過各級都委會 所以時間會 預估快的話 主要計劃系部計劃變更 可能都要一年的時間 中間還有跟民眾參與的事情 所以規劃的期間 如果今年的八月 奉中央合定之後 我想規劃的期程 可能我們這邊因為二十個都市計劃 要同時進行 可能需要有大概一年的時間做規劃 然後之後送到 各級都委會來做審議 那快的話 各級都委會可能也要有一年 以上一年左右的時間 以上爸爸 請陳敬禮議員 感謝主席 管長 我們處長 我們各位董人 大英文 我們這個 宜蘭河的流域 可以說 經過這段時間的經歷 河川郊一直以後很多的經歷 在這個 年三大橋 套下去到 這個佣金 二號橋這段 已經都立法完成了 而且我們也很感謝 河川郊在這個 一號橋到二號橋這裡 這個高灘地的地方 來做立法 也得到金子獎 非常漂亮 我是希望說 我們這個 尚有這個 年三公園的部分 我們管政府這邊 未來在幾月的時候 一定要到這個 目前已經完成的 來做結合 因為 之前也要聽過說 我們希望說 可以來做這個 導致的 這個 活動未來 那完成了 是不是可以在宜蘭 球這裡 來做導致 可以慢慢 行輸到這個 年三公園 上面有這個 這個 地方 讓這個 遊客可以在 宜蘭河裡面 來 欣賞這個 佛景 我希望這部分 我們管政府這邊 未來幾月也可以注意到 再來就是說 管政府 之前 二三公園 後面這個 防汛道路 一樣 要再拜託管政府 是不是 可以 提早來把這個 防汛道路打通 因為這個 打通之後 未來 可以作為 二三公園 替代型的一個 外環道路 整條路 防汛道路都整理得好 是 車流量 不管是在地 或是郵客 如果知道 那裡有一條 道路可以行輸 在假日或是 在車流 比較 用塞的時候 可以讓車流 消灑在 這個防汛道路 我相信 未來 這個 防汛道路 輸用的頻率 可以 更多 再來 感謝館長 這個 雲山公園 這個 銅山公園 銅山公園的部分 第一 有一次會期 館長你有 要求我們文化局這邊 可以加緊腳步 也 真的 近年 我們今天在旁邊 就是 這個 圓山銅山公園 即將在此 再來就是 好像有 停頓 剛才 局長有說 我是 一樣 來拜託館長跟我們 相關的部會 我們的局處 可以加緊腳步 不要說 這個銅山公園 都用 講的 講到再做一個 講一下再做一個 所有 銀山人 所有 我們 宜蘭館民 我相信 都正其他 這個銅山公園 可以 再次來完成 帶動我們 地方的 這個 館長 好 那我們現在 要邀請 那個 薛承義 跟林志宏 兩位議員 你們第二次發言 我想重點說 就不一定 要說三人 就要請 館長來跟我們招呼 林志宏 議員 好 感謝主席 其實 那個 公理處 都沒有說到重點 我們想說 二王社區 過去 既然其 主要貨物的一個 買頭 進出 那個整個 整個廊道的一個 重現 這個夢 講很久了 怎麼 逐夢踏實 那重現出來 再來 在豬安 那以前叫 跡頭 那我們整個 河道的一個 規劃 怎麼讓船 能夠在上面 好 包含我們 我們比如說 大國中 也有西式滑船 一些選手 訓練場地 現在為了 為了 比賽 還是 都要走一趟 宜蘭已經 有這麼好的一個 河道設施 可以來使用 不管是在運動 觀光休閒 甚至 我們宜蘭 好山好水 真的也很多 拍婚紗的 特別到宜蘭河來取景 這些都是 過去已經有 能力出來 我們怎麼再 再做好 更好的一些 配套措施 然後 讓整個套裝 形成出來 其實有很多 產業是可以 帶動起來的 政府的基礎 設施 設施造高的時候 商業自然就起來了 就會聚集 而且旅遊業 跟分殺業 也一定會來帶動 幫忙協助來帶動 整個產業聚集都起來了 所以真的 拜託大家 這個基礎的設施 一定要做好 然後 怎麼 過去我們宜蘭河 就是在黑洲港 跟宜蘭河 整個貨物運送的 一個水路 那現在出來 靠定 眾議黨港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 串連起來 什麼時候 可以像生態綠洲 生態綠洲也花了很多時間 一樣 大家 這已經在 尤其我們縣長的時候 就已經有 說這些事 說得到 KB這邊 當時可以完成 好 薛承鈺議員 謝謝主席 那個處長 其實我還是沒有聽到說 具體的來聽說 就是我們公民參與的機制 可能在這當中切入的可能性 因為您剛剛提到說 我們現在已經在送到內政部 去核定那個作業的相關原則嘛 對不對 我剛剛沒有聽錯吧 那 可是我們看到說 內政部在102年 C月29號 你訂的那個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留用地檢討 變更作業原則 裡面的內容其實跟我們在報告裡面提到的 相關的作業原則其實沒有太大的出入 所以基本上 我們的這個作業原則去核定的話 我相信 它在這次走一個程序 基本上之後就可以通過這個程序 然後有相關的核定跟原則 對 那好沒有關係 可以麻煩您待會再繼續回覆我 如果哪個地方沒有講清楚 但是我想講的是說 往往我們在後面的辦理程序 有一些階段 就是未來可能會辦的相關階段 我們在報告裡面也有提到 有不同的階段 這三個階段你可以看到的是說 我們是到第二個階段才開始有 公共設施通販檢討書籍草案公展 我不知道剛剛處長有沒有聽懂我的意思 就是一直來我們在都市計畫的公民參與 我們都覺得我們把公展這件事情 以及相關的 你可能委任的相關的業者 有去幫我們做相關的簡單的了解 就叫做公民參與 但是我們都知道 都市計畫的公民參與 絕對不是這麼簡單而已 我們今天這一案子是在簡單討論 宜蘭市的公共設施保留用地 有沒有民眾參與的可能性討論 因為剛剛談到您說生活圈好了 生活圈用地的話 這個生活圈用地跟我們機關的認定 和民眾生活的實際需求 有沒有關聯性 有沒有一致性 可能就會有出入 民眾可能認定的生活圈 跟我們官方所認定的生活圈 不見得一致 或跟專家學者認定的生活圈 不見得一致 但是如果沒有公民參與 去做這些了解跟討論的話 你怎麼設定說這個原則 就是未來在都市計畫上 變更的核定的原則 那往往每次都市計畫 都到這樣子的公展階段裡 才去呈現 然後才讓民眾了解 到時候民眾又來了一堆的反應跟理解 才要開始做參與 那這時候通常都來不及 我相信縣長經歷了那麼多都市計畫 和通盤檢討或新定或擴大 都遇到了很多的困難 我相信縣長應該非常的清楚 跟民眾的共同 跟公民的參與機制有多麼重要 但如果說我們光是現在 今天只是談宜蘭市的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保留用地的辦理情形 光是這個小件的事情的辦理 我們都沒有辦法去擬具一個 可能比較具體以及友善的公民參與的 相關計畫跟機制的話 那我很難想見友善縣境內 其他的都市計畫怎麼辦 更何況我還沒提到一件事情 就是國土法已經通過了 為了國土計畫跟我們都市計畫的關係是什麼 以及國土法之下的這個 公共設施保留用地的辦理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調整 我們都沒有看到 所以這請處長跟縣長回覆我們 謝謝 好 那繼續我們邀請縣長 很具體的 給他們做一個很完整的答覆 請縣長 台外主席 林府議長 感謝各位議員的指教 我想比較簡單的 有幾個各位議員隨時要了解一個進度 也許是我們的政策的方法 也許是我們的政策的方法 也許是我們過去當山河和安農家和調出口家 每一個河市對我們議員官的發展 我們不只是看作第三方法 留意之理 我們既然在發展的經驗裡面 我們都用這個抵水 當然安全是最大的標準 之外可以變成是我們在地 我們生活裡面 社區裡面 最好的一段和清水 現在是跟我們經國的這個 都市的 整體的立法 可以來做一個結合 我們要作為這個 生態城市 在河岸整治和市區和社區的關係 我們特別重視 所以剛才林市民議員說 這段我們的滴水庫岸工程 我們現在已經 這個疫荷球在改建 現在河川球在做的部分 你說的這個 要把它補起來 應該是把它加強的部分 我想我們應該 這幾個月就來要求河川球 很快把我們確定 因為剛才林市長不敢很清楚說 是因為這個要是要跟重要的環節 因為我們這算主要河川 要是環節在水里樹 水里樹他現在 因為在我們宜蘭間 做這幾條河川 過去去我們 大家知道 我們當然要突破這個困境 要破題不太簡單 過去很保守 我們現在在安隆區 他現在讓水里樹 經濟之後 做了都變成是台灣的典範 所以他現在的性質不錯 所以我們現在要求 這個目前經費上應該會跟我們配合 所以這個過程 因為我們 幹部處這邊 因為那個環節 主要要是在水里樹 我們這幾年的重點 尤其是今年度 重點都是希望河川球 可以很快把這些 豬水沾 自洪池 這些相關的工廳 可以推進更快 所以 你說的這段 大概 也不會說到這麼嚴重 所以這個應該 可以很快就來確定 因為他們的政策 現在跟我們 走的這個方向 比較拆 像援金 那三千萬 他也是做下去 所以你現在要要求這段 做完整 這個部分應該沒問題 至於自洪議員在說 會有跟 綜維 整體的宜蘭河 我們不能夠 我們跟我們 這個宜蘭市這段 現在頂有的這個部分 我們逐步去推進 配合這個 沿山的 桶灣公園 這個 九月五十塊的河道 跟我們會有 基本上 綜維這段 我們 管政府有一個 價位叫做 隔馬南水路 所以 不用將這種 人文 或是過期的 這種 原住民 我們這個 生活 的過程 我們可以慢慢 變作是一個 沈渡理由的基點 這個部分 大概 有一個價位 在串連 我也希望說相關的單位 這個案 因為我們之前 是委託社區台下在推 推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繼續來做 至於 我們 這個 整體 的 宜蘭河的建立 我們現在 管理上 因為 鋼匠理由主管的 這個範圍 情況 點也很多 所以現在這段 我們跟市公所 已經協調好了 三位設議 這個管理 所以志宏議員 跟宜蘭市議員 關心說 八龍準的部分 三位設議 應該交給 市公所 管理 整段都交給 我們集團的管理 所以未來 在這個協調上頭 各位議員 如果感到 你怎麼好 清潔的問題 或是相關管理的 庫底 可以跟工事長 進一步 來做一個接約 第二 是 銅蘭公園 基本上 幾歲的辦法 不僅是 銀山街的議員 關心 銅蘭公園 我們除了是 清水公園 這個地方變成 是 銅蘭第一公園 我們 二次 沒有了這個地方 就變成 第二公園的基地 其實 觀眾也比較沒錢 所以我們用一個 道具 跟軍方 來交換 我們土地 因為軍方很麻煩 他們那個 土地交接 像明德訓練班 我們在一百坑三年底 就差不多在半山 沒有一年外 他們那個單位 要交接 問題很多 所以現在我們 這個銅蘭都交接好 現在要分做三年 建地 大概工廠會 跟銅蘭會 差不多三千萬左右 所以我現在要求 第一季的 有一部分的 所有的銅蘭町 我希望在第一年 對待醫生 我們在臺灣 去後 就可以進一步 這個進度是這樣 這就是家園 說的一些 用地的檢討 我過去在臺灣 服務 大概剛才曾醫院 也說到一個重點 因為用地機關 是鄉鎮市公所 我們在管政府 過去我們做專案家園 像這種管政中心 要是這個 事業無法去解決的時候 我們用四地重劃 或者是其他的專案 計畫來協助地方 包括我們現在 這個幾個通貌檢討 大概都開發的主題 都是管政府 但是公共設施 保留地 這麼多年來 我想有 比較主持的議員 都知道 我們這幾年 大家都鼓勵地方 先開票道路 過去我們議會 也有一個 不成文的傳統 就是地方的議員 如果配合地方行政公所 開票道路 我們就配合我們的 管政府的主委 來支持地方 保留一半 因為我們在公共設施 用地 現在八米以下的道路 還沒有徵收 比例非常高 但是我們現在 在政策工具上面 希望就鼓勵大家 容積移轉 但是能夠容積移轉 現在大概排序上 應該是郊西投城 宜蘭市羅東 但是 是不是能夠有很好的效果 其實這個 就是因為延宕這麼多年 過去有一個過程 我記得 公共設施有一個專案 就是在八米以上 跟相關的領袖 當時跟大家在民國七十 七十通年的時候 有一次 由地方政府便利 特別基金醫生 那時候怎麼有全民 做一次的領袖 所以現在的這些 公園立地學校 我們要分作一部分 當時教會 當中規定的 這些公共設施 像立地公園 有一個比例 十% 你如果減 已經 低於十% 你基本就沒有減透的可能 這是前一個門檻 但是我們這次 要用一個教會 就是說 學校 學校根據 運用地 它那個是不佔 那個比例的 那是 照我們地方 人口和 都市發展的訴求 所以我們現在 就是有 相對 少子女化以後 我們人口的結果 在改變 所以 那些學校根據 如果不用那麼多 我們議員市 以議員市來說 我們就來檢討 所以南方六名 那裡有一個 國中和國修 我們希望把它改變 做一個 創作文中小 現在國中、國修 後來的希望變成 是完全中學 所以我們就可以減一下 下的用地 我們現在這個 要補去頂頭的 原則 其實要把整出什麼 整出一個遊戲規則 像過期 羅東運動公園 頭前 那個公園用地 你怎麼說也不好 我記得 我做頂頂的時候 老館也發展一個 來跟地主參加 我要做專案變形 蓋一半一半 地主要不要 那現在呢 我們在宜蘭縣的公共設施 用地變更 我們有一個關鍵 基關用地 變做比較高強度的開發用地 就是要捐50% 那後天 我們現在跟地主說的 其實要補上頭做的 就是說 你公費力點也要讓我們來檢討 雖然已經低於10% 但是我們這裡的蛤蛤 就是我們觀眾在做的 這裡就跟蛤蛤 跟這裡的機關 我們要做那個變更的時候 會回饋50% 所以我們用這個總面積去跟他算 我還是沒有低於10%的 這個綠地跟這個公園的比例 所以這補就是補這個 所以後面的 後面的那個公民參與 因為這個第一個階段的著眼點 是現有這個都市計畫裡面的公設 是他原來那個 那個圖示的地方你要去變 是很難變的 那個主要計畫要變 大概很難變 但是呢 你現在就是兼顧到地主的權益 這裡每個人都在民國55年 都市街外的貴定義 每個人都在貴定和貴定 所以地主的觀念 這次要討論的是 原地主的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 將來的公民參與 可能會在第二個階段 我們報了完成以後 那這個地方 是要開始檢討 就是用地機關喔 譬如說宜蘭市 臨西方議員 跟臨西方議員 寸武議員 你是要禁止說 所說 你這個文化中心的這個抵抵 整個用地 你們要比較積極 你剛才說這個 發肖做什麼 發肖跟生忙堂 還是另外一個管理的副抵抵 但是 基本上 用地機關還是最重要 我們基剛才說 停車場用地就好 管政府有一個抵抵 剛才你有愛的對面 宜蘭議員你最清楚 那過去早期就是 中國市場的地方 現在他們做一部份的停車場 那整個接鍋 都是停車場用地 公有土地跟市場的土地 我們現在三分之一 市場做三分之一 現在加在工市場有興趣 那我們現在財政處 正在辦理一個BOT的一個啟動 所以 將來我們在相關 適當的公共設施 要怎麼樣解鞭 要怎麼檢驗 這個屬於土地地主管理 跟公共利益 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有幾個面向 第一 那針對市民 還是地民 會建國的生活 品質 立體公費 一定要足夠 一定要足夠 再來就是說 我們的停車場也要足夠 所以我們現在在做很多的通盤檢討 各位都看到 我們有一些比較彈性的作法 我們盡量都會為公中 因為廣場的多目標使用 彈性比較大 民眾比較容易接受 所以我們在很多 都是各個統盤檢討 裡面 因為我們現在還有一個鄉鎮市的層級 騎在管制府 我們當然會騎在 省外寬 跟一個大的一個 整個總體的發展 這樣的一個發展策略 我們去訂定 我們應該去調配的 這個政策工具 但是將來 確實 那個 薛議員或是各位議員指教 我不是碰到困難或碰到阻礙 是過去我們工部門的這種 行政的操作習慣 過去就是一個案 唯一頭 專業單位幾個後 然後才來進行公展 他過去就是一個非常自視的 但是從去年的這樣的一個經驗 我們就提醒內部就是說 其實 我們在現在的新的公共行政的一個 公共服務的時代 你要讓大家都能夠 一開始就知道 一開始就參與 因為大家都會關心自己 家裡那塊地是什麼顏色 其實公共利益一半都是擺在第二位 但是我們是要反過來 希望大家公共利益擺在第一位 那我們現在宜蘭縣的總體發展 現在經過雪稅通車十年 未來怎麼樣跟國土計畫來接軌 其實都市計畫就是城鄉發展區 這個部分大概跟國土計畫的接軌比較單純 國土計畫要接軌的是這些 過去的所謂非都市土地 敏感地方 所以這個部分將來的這樣的一個城市 或者是跟上位計畫的相關的接軌 應該是比較單純的 我們現在就要看中央的進度 因為那個法令通過兩年後 中央才要訂定什麼樣的規範 那我們地方在部門計畫 我現在已經要求了 我們現在就開始做準備 我們是四年後 四年後我們宜蘭縣自己 那我們原來就希望宜蘭縣做第一個 能夠將國土計畫 其實從非都的土地 或者很多的敏感開發土地 那最近大家比較關注 那有一些議題在發酵 那事實上就是在整體的制度 跟法令的那個程式 其實是不夠完備 那其實剛好有這樣的一個過程 所以就這個機會 一邊給各位做一個更完整的報告 以上 沒關係 你說 我剛才說的議案好 我剛才說的議案好 我現在是說 我們政府、管政府的錢 開支議案好 開支我要七千萬 我現在最簡單 叫你把那些紙戳起來 你就不見民戚給我打伍 打伍說好專業的事情 當然是好專業的事情 我們在講的會算 講會算 我們管政府的財產 剛剛 田處長你講過的重點 你都沒聽到 他的所準也是委託我們做 所以你說這點 我就告訴你一定要做 你還要經常說我當時做得好嗎 就已經自己做得沒問題 林議員你越來越一定 當然要一定 要說得好 好 謝謝 剛才那個縣長已經很明確的 兼處長都會兼各位報告 這次這條說得最多 先問兄弟一定很解決 那我們繼續 進行第十一個 這個提案 該撈下來 第十一個提案 本線海岸線侵蝕嚴重 如何做有效之改善與維護 即自行車專用道維護管理的情形 這個案子由我們沈德茂議員提案 我們現在先請 你先補充好不好 你提案人 我來報告 主席 阻操的都沒有去的時候 做地方在講那些土地的規劃 區域的計劃什麼清水稿 我跟你講都是零啦 所以看到現在的地震的天然災害 那種那種恐怖 跟我們無法去掌控的 這一種天象 事實上我們真的對海岸線 一直在侵蝕的這個工作 真的要進入 很重大的工作 不過我們在這裡講 海岸線的工作 我們看現在國土法 跟海岸法 跟東北角的東西 宜蘭管理政府要觸角到那邊去 去整個左右 可能要有很多困難 不過最重要 你議會這邊 我們做一個民意代表 我們要發生出來 讓管理人知道這些事情 如果有一天你能夠到中央去當個部長 當個中央的部長 那我想 你就會回憶到說 這個議會有談到這個 我就家鄉 我們也要去關心一下 我想最主要的目的應該是這樣 所以我們宜蘭管 我想要整個很多資料 就是說我們宜蘭管有差不多一百 空欄公里的海岸線 裡面有這個礁溪的斷層 包括蘇澳澳澳澳澳的斷層 然後加上有一個沖沙的這種海岸線的土地 大概就是這樣一百空欄公里 這個一百空欄公里之後 有一些有礁石的地方 包括有五九槓 這個所有槓 甚至有很多尾塑 都開始在開票 很多人工的這個槓 死了海岸線 有很多的變動 這個變動而已 就會造成像頭霜 我想館長也很清楚 頭霜 海水異常 你看 整個都沒有去 連山輪也都拆掉下去 結果那一山拆掉下去 聽說是拆你明月圓 到底是明月圓 還到哪裡 也不曉得 整個拆掉下去 相對 各個鄉的狀威 各個槓 包括沖水 包括所有頂領 一樣也是都這樣沈死 相對的這個礁溪的 頭層這一段的斷層 包括蘇花的這個斷層 一樣也都是被 已經受到很大的傷害 我想這個是不可 這一種就活潤的事實 所以這天然的厲害 我想你這 一定要讓館長稍微了解 所以我們平時 有做一部分的 養攤 做這個植生 這些工作 用心說 是簡單的簡易而已 看到現在的天象 實際上 他沒有辦法 第一 我們看到現在的 同胎海浪的波濤 一體力道很大 不是我們可以想 五間大門的旁邊 你看那些內體 都在內體 造成 可以捕捕 整個掏空 轉回來掏空 現在河川 當然你做了 不過 我們就知道 這個海岸山的厲害 也其實也厲害 所以做像 這個 海岸線的 這個寝石 那些 耍爐那些 錠紗 還有放一些收籠 都拿到 這個圖 反正我相信 你這個應該有看過 這個圖 很嚴重 我想跟主席 主席 我想我提了 你應該計劃說一時了吧 你說啊 沒人跟你說 你沒有人家消音 消音就沒意義氣了 所以你怎麼再說 五分精 尽量重點 沒有什麼叫重點 沒有什麼叫重點 他一系列 有前因有後果 都要講清楚 管長才知道 過來 就說杜尖鴻胎 自行車步道 都害了 那個做的 海岸線 沒看見景觀景色 都害了 海岸線 現在我想 面臨了一個 海岸線的風險的一些問題 海水位的一個上升 台灣數量的增加 威力的增強 第二個 沒有 那個沙死 沒辦法來源有限 沒辦法再進去 那麼海流 讓這個海岸線的 這一個 流沙 會左動 第二個就是說 包括我們的地震 現在平緩 我想地震 裡面的 我們會發現到 這個土地 就被海水做 就 就不斷地侵蝕 走 所以我現在在這裡 要跟管長部 說 我這裡有幾個 我自己的看法 讓管長知道 還有一個建議 第一 我想 到底是 我們人民基礎 最基本 生活 生產 生存的一個 環境主義 也是含量 我們動物理 這個環境生存的東西 所以 普世的機制價值 所以 我們任何人 任何政府 都不能 為了任何前者 劃分的主觀貶位 來模糊 應該承擔的責任 第一 我想 國家的土地 人民和主權 包括政府的組織 現在 當然 國際是社會 有一個 國際政黨 但是 我們對海岸沙灘的 氣候地形 變遷的侵蝕流失 沙輪天輪 提防海坡一個寝石 全工自行車 到破壞殆盡 但是政府只有一個 宜蘭管政府的土地 我們在這裡 管長只說宜蘭的 台灣頭的氣氛 我想 應該要有一個辦法 來做處理 想對於 管長你 在進入的時候 你也說過 宜蘭的土地要做一個規劃 到現在也都沒有在做這個規劃 也沒有看到這個資料 是一個非常可惜 第三 我是覺得 宜蘭管裡面 這個 拖地 招逢這樣的一個破滅 在裡面 這一種危機的存在 但是 中央的河川局 林務局 東北角 我覺得宜蘭管政府 如果去現場看 跟當危機 沒有一個方式 哪個改觀 大家都是這樣說 我都拿出來 研究 各自表示 然後研究辦理 最後 什麼都沒有在做 其中 我是覺得 宜蘭管政府 也一直說 要做一個窗口 在處理這個工作 管長你也說在這邊 我想這個工作 一直沒有實現 所以我想 就這個機會 特別拜託管長 你一定要去實現這個工作 如果你沒有再去 沒有把它做完 八年完了 或者你做了完六年 離開了 我想 我在這個管民的生活 我覺得很遺憾跟難過 但是 我是希望宜蘭管政府 能夠硬起來 繼續跟中央跟主管機關 以負責任的態度 去研究 海岸整合管理 克服 這個變遷趨勢的對策 唯有國土保安 跟保障安身立命 第三 我想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建議 這個建議是這樣 如果沒有土地沒有人 沒有土地沒有人 那時候 又說生態保育 什麼環境都怎麼樣 那都人偏 都沒有土地 還要生態保育 所以還要警官 都已經沒有了 所以我現在要特別 跟管長拜託 我在想要做法 給管長你做一個參考 第一 還有那個河口 我們的東山河口的問題 依據非常嚴重 所以我覺得說 是不是要研究管制一下 南洋溪的採沙的這一部分 讓它要怎麼樣子來處理 河口要怎麼樣子開闢 讓這個沙可以流到這個沿岸來 做一個保護的作用 河口的流沙的那個拿起來 是不是可以把舊底 舊底放到海岸 那個沙灘 做成養灘的一個工作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二個 我想 沿礁的這個 駝塵 蘇澳 五節 這個沿礁的部分 我想這個小坡塊 的放置 我是認為有它的必要性 適當的位置 應該要去緩衝那個坡浪 第三 南洋 衝擊的這個沙子的沙灘 就是駝塵也有 狀圍也有 五節 蘇澳都有 這樣了解 我在順應的這個 潮流的一個轉方 我是建議 應該做一個突體以後 海岸線 也要做一個 這個 小坡塊的一個處理 讓它成了一個 L型 讓 來反衝所有的潮流 因為颱風的潮流 來的這個衝擊的力量 讓它有一個 迴轉的一個空間 不要直接 衝到這個沙輪 到海岸沙灘上來 然後造成這個 掏空的情形 第二個 我是覺得 在沙輪的上面 我想 我都住在那邊邊 過去的 南島 南島 跟這個 木馬房 就是木馬 非常重要 這個都比較不怕 炎粉的這個傷害 所以我是覺得 宜蘭管政府 應該要要求 去 叫林務協 去多種植這些東西 不是一天 會去 斤斤計較 跟何川崎計較 這一條 一分的 一分的 你的我的 這樣是不對的 所以希望宜蘭管政府 可以到三天 第一個 自行車道 這個內移的部分 被侵蝕以後 是不是可以放在內移的方向裡面 來重新施坐這個自行車道 讓這個景觀能夠恢復 讓大家 有一些在海岸沙喜歡運動的 這一條幹線上 能夠繼續恢復 好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提案人沈德茂議員 詳細的 再說明 那我們剛才 想過關警察 沒去跟您報告剛才 有一個結論 我在這裡補充一下 剛才的結論 我們 剛才那條 有啦 還要說什麼 還是要 你沒說就沒記錄了 現在已經結論做好了 宜蘭市都市計畫 公務設施用地 應進行專案通盤檢討 不必要支公務設施保留地 應移於解編 仍然有保留必要 則印就公園立地 廣場 體育場及熬統娛樂等用地 也您由縣政府及土地所有全人 共同進行開發計畫 加速開發旗程 做最有效的利用 第二 縣政府就是 第三 就宜蘭河的整體開發 包括中上游 原山 近山區的部分 以及中游 宜蘭以及原山四街 及下游的部分 撞為沿海一帶 之留意整合發展方向 應加速落實 規劃之執行 促進地域永續發展 第三 宜蘭河中山橋之宜蘭河間 原有規劃五十米寬之水道 滴水 戶岸以及碼頭 因受污泥遺跡 土石及雜草而淹沒 請縣政府盡速清理 恢復以及恢復其原狀 以利何以休閒觀光出發展 第四 原山同稳公園 工程應加速興建 騎乘提早日完成使用 以上這個 剛才我們那個案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結論 好 那我們現在 繼續邀請張明華議員 沒有 你的修文概念就好了 宜蘭市交為宜蘭縣 哦 保留地的 好 好 宜蘭市 但是我們現在在講的是講這條 對啊 那是宜蘭 那是宜蘭縣 這統個討論就是宜蘭縣 總共設施保留地 好 這不是宜蘭市而已 好 剛才我們那個 宜蘭市把它改成 好 宜蘭市把它改成 宜蘭縣 好 我們現在請張明華議員 主席 主席 官長 處長 剛才我們市議員 有說到很多 海岸線流失的問題 其實 氣候變遷因素 去年蘇里樂和杜菸 這兩個強臺 造成整個海岸線流失非常嚴重 他這個問題是當時 我們風台過後 包括地坑很多民意代表 都會反映這個問題 當時 我們管政府和何川教授民 和共産 現場也會被幾個遍 但是我覺得 我們的 那個 作為的積極度也沒什麼搞 沒什麼搞 你看我等到今年 一百公 在我們 市委的分身 乘貨沒有理由 還要再去主持一個協調 所以說 這個問題 是我們人民 安全 海岸線一直 這個 沙子一直流失 國土的安全是很重要的 所以說 雖然不是我們主管的協務 是說 可以比較主動 更積極 因為 日本的八成 不會分辨 你這是哪個台南館 很直接的說 這台南館裡面 反應就像 憲宴政府的事情 這部分 希望我們能夠 再強化一下 尤其 當時 我記得 發生日日後 要求我們 我們管政府一邊 提出一個國土調查企劃 結果 企劃出一邊 有提出一邊 有提出一邊 沒補兩三個而已 沒有幾個而已 所以說 如果看我們 剛才我們 這個專案報告裡面 所說到的 現有調查研究資料 能屬有限 一瞭解 海岸變遷機制 前茂 人影協不足 可見 我們建國的東西 你做這個國土調查企劃 沒有完善 沒有完善 是不是 還更充分 去做這個事情 這樣後面 我們應對因素 也比較強 另外 另外 裡面包括 海岸線 這個自行車道 都被充施掉 其實 自行車道的損害 不是不只這裡而已 其他的地方也有 那時候 我特別要求 你說 是不是我們工理處 這邊 你們有做一個 一蘭線 自行車道管理維護計畫 我不知道 管理維護計畫 怎麼處理 在網站裡面 搜尋一個 自行車 車道的通行 一個通報系統 在網站裡面 我看在哪裡 我特別強調 我們本身 或是公共 會主要的 很多 我們要騎自行車 這個 車友 一個人他可以騎 但是 他在台北 在台北 在台北來的時候 他可能要騎 騎檔桑 這條線 中間可能因為 災害的因素 或是工程因素 派了 他來到那時候 我感覺很失望 這都 我想要求 建立通報系統 整個檔桑 我都沒看到 這不是說 你要開監督的經費 或是工程經費去做 不必啦 你不想在這裡處理就好了 所以說 我想說 我們做事的效率 積極度一定要有夠 雖然 像剛才說 海外線的資金資料 也不是我們要去設置的 但是我們也是要要求 我們號稱 資源車道的公司最大 也做完善 比方我們說 管理維護這邊 做事的效率積積一點 好 感謝張明華議員 我們繼續邀請 張秋明議員 台會主席 管長 三位處長 各位同仁 講到 我們的海外線 比沈溪的事情 本身在 九十九年的 三位處長 九十九年 不知說 幾六次 如果比較少 那個土地 就是我們 正經 要靠 沒力 你看看 小人的時候 依然 因為火煩 跟海警 要經過兩三個三輪 在中間 要有很多 小的 鼻子 很多 外面來的 好鳥 都會在刺激 目前 吃了之後 你看到 去年 風胎 清水大甲 跟 金獎 這個地方 你看到 那些 插頭 脈 海影 都吃到那裡 那些人的生命 確實 我不是說 一定骨補 但是受到 尤其最大的 威嚇 我是這樣想 無論來送 的都是我們的 冠軍 我們應該要 提出 負責任的態度 緊急 跟中央 提出 好的一個方法 一個國土 我們大家 在母 來去南海 這樣 我們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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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大魚仔做的不好 很多人說 我們可以拆搜出問題 其實 目不見言 是大魚仔的問題出現 只要在 當山湖 河口 一直去跟 以前的 把 把蝴蝠 抄自己 整山一樓 這就要好好去檢討 去做 不可以再放桌 好 感謝 好 感謝 感謝 張秋明議員 謝謝 我們邀請 陳鋒喜議員 謝謝 謝謝 我們主席 館長 對於整個 我們海岸線的流失 我覺得 陳鋒原本 我們宜蘭館是一個 沖基平原 沖基平原 沖基平原的時候 我們整個 不管多東西 在所有的 溪流下來的時候 我們以前做 藍沙壩 來 再來拆刷 所有的 我們沖基平原 頂頭的 沖基平原 不會落到海邊 我們以前流到海邊 為什麼 我們宜蘭 我們以前有 剛才我們張秋明議員 說的 以前海岸線是 幾百公斤而已 現在 沖基平原 以前幾千年 幾百年 我們宜蘭館 才有沖基平原 現在是我們人為因素 還是天氣的因素 把我們的海岸線一直退縮 我們現在 剛才你說 要怎麼整理 其實我們害 一定我們害死 現在很多人說 第一個 南洋西在採沙 這個問題一定是有的 又是藍沙壩的問題 再來 勒東K 我們現在勒東K 剛才說勒東K 既然 沖基平原 不可行的時候 我們要用在台裡 是不是頂頭 把我們的魚雞 清除的時候 拿來做仰灘 這個工作也可以啊 改辦我們海岸線的情形 減少它的那個流失 海岸線流失 再來就是說 我們歐洲港 以前是 南洋百洋 吹來吹去 沖一塊 會來平衡 平衡 這個趨勢 現在就是 我們澹北這支風 站起來 吹到那邊 現在沖 沖沖沒回來 這都從沖沖那邊去 這也是因事主義啊 現在就是說 要怎麼做這些工作 我覺得 我們管府 不要以 賣到天來增地 現在無形中 宜蘭線 海岸線流失多少 我們去做這個統計了嗎 我希望 在那時候 我們來那個 青島東客 不可以 用的沖沖 沖沖 拿去做養灘嘛 還是什麼 還是說 限制幾年以後 可能我們 台灣線的流失 沒那麼多 不一定啦 我希望說 我們要以長遠計畫 雖然說 我們現在那個養灘 這個計畫 中央水理事 要做的工作 我們管政府 這邊也可以 用整個計畫 我們國土 現在流那麼多 我希望 我們整個伊蘭縣政府 也要注重這個問題 好 議長 好 感謝陳鴻錫議員 那我們現在請 縣政府 是由縣長還是處長 我們來先 你答覆 主席還有各位議員 謝謝各位議員 關心我們 海岸線侵蝕的問題 沒錯 海岸線侵蝕 是我們現在 面臨非常嚴峻的一個課題 那這個案子 其實去年 也有一個專案報告討論過 那其實大家 剛才都談到了 自然的力量非常的難抵抗 那不過我們 要施設一個保護工程 那其實 要非常的注意 那其實我們 宜蘭縣海岸侵蝕 受到兩種因素的影響 一個是剛才大家談到了 天然力量的一個影響 再來就是人為因素 那假設我用 南洋溪的一個河口來分的話 南洋溪以北的部分 大概頭層海水淤場的那一塊 其實大部分是因為受到 烏石港的建設 所以所有的飄沙都被 北堤燃掉 留存在外澳那一邊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從 烏石港以下 有很多到一個突體 它是沒辦法燃到沙的 所以 在補沙部族 根本沒有沙員的狀況底下 它其實它是直接受到 颱風海浪的直接拍打 所以你可以漸漸的看到 我們的海岸線的一個沙灘不見了 那其實 中央也對這種全球氣候變遷非常關注 它在去年的時候 也針對我們宜蘭縣的海岸線做一個 氣候變遷在22030年以後 宜蘭地區的一個海平面上升 到底會有多少公分 其實它研究出來大概會上升11公分 其實各位不要小看這11公分 因為我們的沙灘是非常平緩的 假如沙灘是用1%的那個平緩度來抓的話 11公分其實就是倒退了11公尺 15年以後 假設這個預測是準的話 不在任何的影響之下 只是海水面上升 我們的沙灘就會自然後退11公尺 那其實 颱風海浪來的時候 第一個它碰到就是我們的沙灘 那碰到沙灘的時候 它會因為沙灘的影響而碎波 它的能量會消減 所以它拍打到我們的 不管是我們的沙丘 或是我們的海堤的一個設施 它的能量會比較小 所以被破壞的一個情形會比較小 那可是我們現在的沙灘越來越小了 那主要一個就是人為的因素 跟沙源的補充不足 那剛才很多議員也談到了 南洋溪蘇菌是不是影響到 整個原本它蘇沙跟整個沙源補充的一個不足 那其實這個是必須要做一些分析研究的 南洋溪整個蘇沙的能力 或許因為蘇菌的關係 那不過這個到底有沒有一個絕對相對的關係 那其實還要由核專局那邊做一個 比較嚴謹的一個分析 那其實南洋溪口每年都淤積 那我們每年都要去把它清開 那那到底是不是因為蘇菌造成它 以前的那個補充沙的能力減少了 而相對造成我們沿海不管是西南西北 整個海岸線它的沙源不足 我想這個是需要去研究了 那剛才沈德茂議員也提了很多工法的改善 那基本上你設了一道海岸的防護工程 你必須要考慮到這一道防護工程有沒有用 沒有用只是經費浪費 所以假設設下去 當它難道的沙 卻造成另外一個區域的沙源被掏走了 那其實它只是保護了這邊 卻造成了這邊的更加的嚴重 那我舉個例 就是我們西南的整個凸體 你可以發現西南的凸體會造成 我保護了五節 可是蘇澳的地方那個刷掉了 所以我今天要設任何一道的海岸工程的話 我都要全盤性的 對我們宜蘭縣的這個弧形的海岸做很仔細的一個分析 因為我或許在北邊設了一道工程 可是南邊受害了 那這個受害不是一兩年可以看得出來的 它可能五年十年以後它的效應跑出來了 那或許你為了要再拯救 結果被掏掉的那一個工程 你又加了工程上去了 結果下面的地方又被掏掉了 所以它必須要整體的去很了解的 知道我的整個自然的海洋的一個海流 輸殺跟氣候的關係 所以中央水利署也很重視這個問題 所以它在101年的時候 它已經尾由它自己的水歸所 甚至核專局它去年也成立一個計畫 去研究這個整個我們宜蘭縣海岸線 侵蝕的這個如何來做一個保護 那當然不可能等到它研究以後 我才去設置這些工程 所以它在短期方面 它已經在海水 偷專海水浴場 現在已經變成海濱地區 它已經先做大筷子的一個保護工 那這樣子可以暫緩颱風海難 直接拍打到我區後的一個土地 那這些只是一個暫時的一個 短期的一個保護工法 那未來是不是要去回復 以前那種沙灘的一個樣子 那可以跟各位講很難回復到以前 大家的那個小時候那個現象 就是說我可能到海邊看到的是 50、100公尺的那個沙灘的現象 不過它還是有提出一些養灘的計畫 剛才議員也有提到了 就是說突堤是沒有效益的 因為我們從這麼多年來看 所有的突堤都沒有淤砂的現象 表示砂岩都不夠了 所以突堤是沒有用的 必須要做離岸潛堤 那離岸潛堤又碰到一個問題 它也必須要砂 那這些砂就變成說我要人工養灘 那人工養灘的砂源要從哪裡來 第一個烏斯崗它本身會淤積 所以它本身在淤積的時候清理 就它必須要作為養灘的一個砂源來補充 那再來就是河口的部分 像我的竹安河口南洋溪口 它其實每年都必須要去做定期的一個輸砂 不過它輸砂並沒有把它搬走 它只是就地存放而已 那未來這些砂都可以作為 即時在人工養灘方面的一個處理 那不過如何讓這些人工養灘不會受到颱風 每次颱風來以後派塔它就流失掉了 我想它在前面的這個保護功是很重要的 那如何做 而不會白白浪費這些經費而且無效的話 我想這個是必須要比較 整密的一個水工實驗來實驗 所以沒辦法說今天做了明天 或是明年就可以馬上實施了 那不過這個計畫在禮拜一的時候 其實水利署的副署長也帶了專家學者 那也由我們副縣長來參加 在投城那邊有召開了一個它的期末計畫 那它其實把西北的那一部分的一個 海岸的一個防治 它大概列了一些比較可行的一個方案出來 那這些方案假如確認的話 那大概就可以去做比較長期的一個布設 那其實我們希望的是說 針對整個宜蘭縣海岸的這個部分 不管西南西北 那西南遇到的問題就是沙丘一個流失 那沙丘的流失比較好的方式 大概就是程中剛才很多議員提到了 如何去保護沙丘 那現在人保護沙丘的 不外乎像河丘之前在做的蛇龍 那當然那個是比較生硬的一個工法 那比較軟性的大概 不管是國外或國內 比較通用大概是沙腸工法 那其實看這個名字的字意 其實就是它是一條類似香腸這樣子 它裡面外面是一個比較有韌性的不織布 裡面是填充當地的沙 那它就會擺在我們的沙丘前面 然後再附土 然後再像剛才神醫院講的 我上面再請林務局做直升定沙 那這樣至少海岸在拍打的時候 它不會直接拍打到我的沙丘 因為沙丘它的抵抗力比較小 所以這樣子至少可以緩和一下這個沙丘流失的速度 那我想這個整體的一個海岸的一個保護工 我想當然中央它在整個方案的泥地已經進尾聲了 那這方面我們會積極去跟它做一個合作 然後來爭取經費 來佈設整個未來我們海岸防護的一個工法 那這是我一個簡單的一個報告以上 好 那縣長是不是要做最後的一個 台北主席 任務議長 感謝各位議員 其實我們這幾年在無間所在的地方的議員 都有提出這種的歡迎 加上去年兩次的紅胎 如果大家有這個兵頂年 我們兩次的大紅胎 有一個氣象的資料叫做爆炒 就是那個我們都遇到巴勞的時候 這個爆炒的炒位 比伊翁差不多要超過五十公分 要就是說其實我們現在面對全球極端氣候 大家都有看到望路有一個新聞 說現在南北極這個冰山融化的速度非常的快 基本上如果以伊蘭觀這種第一海平面的地形 一部分我們已經有感受到了 所以在這種太平洋衝擊性的這種殺案來講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方式來保護我們重要的這個沙丘 或者是我們的殺案 這個部分這應該要列為做國家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們為了要真心想說要按什麼方法 因為這幾年全台灣每一個沿海的港口 哪有做過的突體 這個突體效應就變成像我們的外國 這個事情 我們的土壯海水壹場不見了 然後殺到北邊去 所以任何一個工程我們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現在在幾回的設置 我們現在要求荷川郊水壹場 可以在營所修的研究單位水閨所 做比較完整的水工的這個試驗 就是說到底中長期要怎麼做 第二期來說就是像剛才南處長所說的 我們現在要求要是要一部分嚴重來做一個保護 所以今天這個提案在什麼議員來提案 各位相關的地方議員 大家都有做一些歡迎 我們分做幾部分 第一部分 如果看起來 水里蘇已經有一部分的進度 但是他只割一部分的地方來做碎片 我覺得這樣是不夠 幾年幾回到過了有這個專案 我希望在副館上有主持的專案 定期的報告裡面可以找一天 來給我們議會做一個專題的報告 請水里蘇這個水龜鎖 來割完整 我們宜蘭關全國的海岸線 111公里 現在漲糧過是111公里 但是你如果靠在我們的這個 比較南邊的煙花、沙岸的部分 我們南北扣除沿岸的部分 我們沙岸都是集中在 頭山、徹岸國 跟我們的武衛港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範圍裡面 其實在這幾年裡面 分配 剛才新議員說的 也有做過肉杖的拋石 也有做過蛇龍 也有做過現在所說的沙場 但是在短期裡面 做什麼樣的做法比較有效 我們這幾年裡面 也希望說 任務郭所管理的保安任地 定沙的植栽應該要加速 因為我們過去在沿海來說 木馬房也好 或是剛才新議員說的 這些適合海濱的植栓的 會去綠化 我們要再做 長久來看 長久來看 我們提起這個作法應該有 至於剛才的故意 我們基礎 我們在主要河川的 柴山的量 是不是會影響到 一個住人的補助量 這也是在這個區域裡面 都是動作一個指標 所以未來 如果我們比較圓正 除了未來在 好方安全上頭的所順 其他的部分 我們就盡量不去頂盪 至於 我們幾個地方的議員 不過去包括頭巡 包括五個地區 種圍地區 都有說到河口 河口的浴衫 基本上 如果我們回去觀察 雖然有些地方的鄉親 會感到那個不利害羞 只會叫我們公 快手要去爬爬 基本上 如果照我們這種地形 跟海拔的情形 那都是天然的 天然的 應該是房巢的 會最重要的天然的屏障 當然 你如果到水龍 大水來的時候 它自然就會到河口 透過天然的海影 踏在我們相關的山坡上頭 所以基本上 大自然的零 我們要是要它孫 大概相關的工廳 會手段 它還是有個極限 至於我們海岸山 內移的這個狀況 我們要是要比較山坡的 這幾年 前是這個災害 以後要建立獄警的系統 就是說 到什麼程度 我們要求水利宿 也要定一個界標在那邊 如果已經達到一個非常 這個險峻的狀況 硬急的相關部署工廳 我們就隨時要要要求來啟動 我想要分成這幾多分 來做一個 比較環境的一個補充 感謝 好 我們感謝縣長以及我們處長 做詳細的說明 對我們本縣的海岸 受侵蝕的區域非常廣泛 非常嚴重 我們務必請縣政府 要慎重的處理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結論 縣政府應依海岸管理法架構 在本縣海岸受侵蝕地區 高潛市區域化設 強化各項調查研究資料之參考 預計 化設海岸防護區完整防護計畫 協調整合中央以及地方 各前者機關積極辦理 持續協同水利署第一核專輯 做好防線整備工作 第二 請縣政府強化本線 線流自行測到設施整備 維護安全規劃以及管理等工作 以上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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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會主席 主席 縣長 各位處長 各位議員大家午安 不用了 我認為是這樣子 這海岸線 這是非常自然的一個 一個自然的行為 的行為 雖然說的現象 自然的現象 當然我在 海岸線和南洋市 這個流域 我沒有幾十年了 我對這個流域的情形 我非常了解 我們在 兩位時代 我們都盡量做這些 自三防洪 做藍沙坡 我們的線上做很多藍沙坡 所以從線 把藍沙坡都放在上面 所以可能 山已經不會再崩塌下來 但是你要知道 我們海岸 海岸線就沒有辦法 彌補一些 山洋的自然流失 所以我就覺得 海岸線是一種自然的流失 我們用時間性來推算 200年前 300年前 我們議員 我們議員平連 你說我們議員平連 蘇澳跟頭線 它是不是呈現一個 浮線 浮線的一個海岸線 還是 蘇澳跟頭線是跌山的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要去看 更多的歷史性的東西 是不是 浮線的這個海岸線 還是跌山海岸線 因為你幾十八年來 它一直在侵蝕嘛 所以侵蝕來說 這就是主人的 這個現象 所以用東 如果沒有 這個海岸線 禁止它們的侵蝕 我看最好的方法 就是我們一直 撥 刷子一直撥刷 給它主人侵蝕 用東這樣 看起來 你做什麼工程 去它維護 去它好 所以這個 歷史性的東西 用東我們要做一個 輸扣 要去做一個探討 是不是歷史性 這樣子 我們是不是屬實 要去補刷 給它 給它 侵蝕 再來 這自行車道的問題 自行車道 當然你做一百八六五公里 好像感覺到我們 伊安線 對自行車這種運動 這種 這種休閒 非常的 非常的旺 做到很好 對這種運動做到很好 但是我覺得 它的利用力 自行車道的利用力 值得我們去探討的問題 不要說 我做一百八十幾公里 可能我的運動量 多少人去那麼多 所以我覺得 民間是 利用力 覺得要 憲政務 你要稍微考慮一下 不要說 我為了標榜 我的政績 我的自行車道 沒有多長 我全台灣現在 最長的自行車道 就是台灣議員 好 那我們這樣 剛才 我們議員所 增加 剛才所論述的這個 也相當的貼切 我們也希望說 憲政務這邊 務必一定要採納 來將這個海岸線 把它管理好 因為 你現在鎖子 我們一次 拿去賣了 他本地 主人的環境去補 是說 山頂流下來 補海 一直補 一直去 現在不是 我們都把他拿去 家裡 這不用說 也被親屬更為嚴重 你不用說 不把他偷空去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 請專家學者 還研究 看 請縣長 努必 為我們 保護我們的國土 可以做更詳細的 專家學者 來做詳細的探勘 可以更深入的了解 如果 副管長 更清楚了 也希望 他可以來做個簡報 讓大家來溝通 來了解 就大家所關心 我們宜蘭縣的 國土的流失的問題 我看這樣好不好 剛才做的結論 我們就這樣先做結論 我們現在已經兩個小時沒有休息了 先休息十分鐘 再進行下一個議程 謝謝大家 休息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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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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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感覺說這種制度 他們看到這個駐療液 大家就趕快把他的衛生水弄 把他的衛生水弄得很強 我意思是說其實可以用制度 來去管理 用激勵來代替管理 制度像剛才說 溫泉標章 溫泉標章勾下去 我們也要檢查 譬如像日本 或麥當勞 譬如最近 到今天才開始 五星期裡面用雪儀 用油以代替雪儀 買名字 你要怎麼做 我就要問局長 有些人是不是在分佈一部分的人力 對於縣內的飯店 尤其我們大企業 有一天就要拍部導賣 你要怎麼管理 沒錢看好像沒記者 我們像麥當勞的裡面有一個標 那裡標標就盡情緒 我打一天 一個月來檢查一次也沒關係 兩個月來檢查一次 你沒有這樣錄濕來說 你真的沒有辦法達到友善程式 也沒有辦法達到食安 這是制度面 尤其最近我覺得縣府的消保觀也很不錯 不合格場所他就直接給名文 當然是相對全聯 有一個人對市務會就叫做很好的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有些問題 當然一些餐飲的環境 還有一些飯店不好的環境 是不是比照 我們給他貼不合格場所 不合格場所讓他激勵 讓他有一天改進 是不是人民消費可以選擇 公務人員要求不合格場所 你就不能去用公費去跟他做連結 甚至避免參加 是不是這樣慢慢 我們對於我們整個宜蘭官的管理 當然譬如說我說 我婚園官司在我們打開 兩間跟宜蘭有一間 但一直都沒有材料處理 有一些糾纏不清的問題 所以我建議說 用制度面 像劉局長這樣 用機力代替管理 用制度管理讓大家有些選擇 他的選擇比較優先 他的選擇比較乾淨 他的選擇比較乾淨 他的選擇比較衛生健康 這個東西我們遊戲規則定 上來說都不合 因為他開始有這個問題 要怎麼解決 你逐步改善吧 我是建議說 大家及時廣義 因為一些問題 當然有錯綻的人際關係 或是議員的影響力 要讓整個環境更好 以及我們大家的部分 我是這樣建議 好 我們繼續邀請黃毅宜議員 主席 管長 三位局長 各位同志 其實如果說 風景區種種 包括飯店 有時候 很多都會退縮 其實風景區 做好的都說 做意見識 做不好的都不說 這樣就知道 包括我直接說 其實像剛才 我們的市民議員 在說 董山河 其實董山河是誰做的 大家都說 董東南 其實不是 董東南做的 是李鳳鳴做的 官長 是怎麼會 在李鳳鳴的時代做出來 我們要去了解 今天我們是 我們說 這個第三紅紅做才好 這是誰做的 這是李鳳鳴時代做的 在所有三區裡面 都有做藍莎巴 藍莎巴做好之後 才做 才會合成 這 當時的鋼鳴書 只有做什麼 就是 單 單 性 單性鋼鳴書 設計 所有都他做的 我們既然 外國人 是怎麼說 土石流 比較粗粗粗粗 你看 國人像山來 山來 山來島嶼 裡面都看 哎呦 這個山這麼大地 還有 都一樣 都有做這個藍莎巴 所以說有做這個藍莎巴 就沒有這些 土石流下來 粗粗粗 所以說 第三紅紅做才好 我們來感謝國民黨 是在地做的 官長 包括那個我也不知道 那久的時代 我是反對國民黨 之後 我真的有去了解到 那是國民黨時代做的 之後 這裡做什麼 做東山河 東山河是 李鳳明 時代 建設東山河 對 對不對 我們現在目前 郵樂區 包括做做的 沒有人要生日 一些衛生問題 變速 像我不要說什麼 我們莫洋比啦 莫洋比哪有變速 沒有變速啊 尤其他去 走走走走走走走 出來之後 滴賣什麼 地方政府 去我們管政府 是這樣 因為我們一個 房間多人這麼多來 結果沒有一個 切瘦的地方可以這樣使用 對啊 這個管理方面 衛生方面 這是我們管民 跟我們 去我們管的一個民主 人來 要跌倒 要 衛生設備 要有清潔 人進去 覺得很有民主 對嗎 但是我們沒有啊 我們很多 遊樂區 很多地方 來講 第一點 都 這個 公用 切瘦 種種的事 都很流行 所以說這個 希望說 我們管府 一定要重視 重視 才是提升 我們管民的品質 在外面人來 我們才是 有民主的 包括 餐廳也一樣 有的餐廳 這麼大間 進去裡面 就好了 那個 便室裡面 糟糕 進去裡面 我們吃東西 進去裡面 要便室一下 所以說 這都是我們 感謝 黃毅議員 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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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旅處 和紀念 管政府這邊 正一個一個 逐步的檢討 我們朝向 各種可能的 活化 或者是 讓它 能夠更充實內涵的方向 在主義的討論 所以說這個報文 有很重視 所以 我們會再持續 提出新的想法 第二個部分 針對很多議員指教 就是說 風景區的管理 那包括廁所啦 清潔維護啦 旨在 這個東西 我們 謝謝各位議員的要求 那這個地方 也是我們持續在努力 那希望能夠達到 做到更好的 那尤其是說 那個風景區 作為 縣內觀光的門戶 那這個東西 是疏忽不得的 那所以說 在整個清潔維護的部分 我們 這個階段 在連續假期的時候 我們都要求我們所有 第一線的管理人員 要定時的 用拍照 回船的方式 把廁所的清潔度給回船 好 那我們現在已經加要求這個 因為我們不希望 大家來宜良觀光 我們花了很多的錢 去做了一些風景區 希望招來觀光客 結果回去 確實說 負面的 說宜良縣政府的管理不好 那我想這樣子 我們受不到 大家的肯定 還得到反效果 這是非常不好 所以對於風景區的管理 那謝謝各位議會 議員的鞭策 我們這邊會再持續的努力 另外針對整個飯店管理 機查的部分 要跟議員報告 我們公里處已經討論了一段時間 我們希望在整個查查 機查 我們能夠建立一個基本的 一個標準出來 那我們已經準備要討論出一套原則 到時候這個原則會公布 我是用什麼樣的標準去決定 我要怎麼去抽查哪些的飯店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應該是要有一套標準 而不是因人設事 而不是因人設事 所以飯店對於這些 對於這些合法的或非法的民宿飯店的業者的抽查 那我們正在擬一套的標準 那我想大概 針對各位議員的提議的部分 大概有 有以上以上的回覆 謝謝 好 感謝處長的詳細的答覆 這個管長 我是說 這個風景區的管理 我們也有定我們的資助條例 現在就是說管理的人員如何去加強 像林成功議員剛剛在說這個部分 你要看 現在目前我們去南館 中油公司的便所 一間比一間更漂亮 裡面更清潔 更香 因為 以前也發現說 打造五星級的廁所 像便所就好 不要說其他的地方 所以說 我是覺得 風景區是一個非常重要 不然我想請館長 你來做一個大法庭 台會主席、林副議長 感謝各位議員的資格 我們的議員官 整體的觀光服務已經來到一個一定的量 所以我們在整體的品質管理上 我們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所以在內部 管長的內部我們有一個檢討 就是我們所有的風景區 大多數千個為何 跟自災福育 大多數都是外包 但外包的結果 只有像一部分人數成本一樣 但是 整體的這種品質其實是不好的 所以我們內部也檢討 希望在今年度的法包的基礎 可以去檢討所有的服務來用 包括我們必須要讓它 基本工資有夠的 不可以讓它減工 所以在整體外包的服務來用 我們優先要做一個處理 第二是叫做整體的管理 因為我們現在的風景區 有我們館集的 也有現在丹北角、中館集的 跟我們一般鄉定市公所所管理 我們要建立一個好的品質的內容 這其實我們都照著 外相對像剛才林先生議員所說的 我們的麥當勞 或其他的制度裡面 我們可以提出幾個方法 這個部份要建立指標 包括對著飯店 和民宿和餐廳的這種 衛生和服務品質的管理 我想這個部份 我們只要可以有一個窮婚的資訊揭露 我們用服務代替管理 這個服務代替管理 剛才林議員所指教 如果衛生業這個做法 是一個效果 大家可以接受 因為這個部份 經常有辦工事 有辦一定的這種對話 但是我們一定要讓業者和民間 來形成一個集體的這種的共識 這樣這是一部份 再來就是要建立這種的標章 不管是溫泉飯店的標章 我們比較心急 包括餐廳也一樣 我們要建立這種 很清楚的標章的認證 這個部份 我們過去都是 猜出比較自主管理 我們現在餐廳有 因為兩億人和一個情形 我們要把宜蘭變作友善的觀光 服務的環境 一定要讓消費者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對消費者的品質保證責任 我們在管理面 我們要做一個五號的 這個最多來六十 第三是我們對經費 外地求客來到宜蘭館 經費的印象 其實我們都有理由的經驗 像這個國所說到下來 大家都可以先去找洗手間 所以我們所有的交友站和便利商店 差不多有提供這種服務 剛才任務宜蘭也說到 我們在環保局的管理的環境 公式裡面都有歷管 但是一般的品質都不好 現在中有大概是所有公共 服務的中所 甚至比我們管政府管理的環境更好 過去我印象最深是 努動運動公分的便所 剛開始新鮮的時候 算全台灣 可以算給我們管工的地方 現在因為外包 我就經常依這個例子 提起我們內部的動員 如果我們一直說 我們是環保立關 管工立關 在管工便所的品質 無法做到一個一定的水準 尤其是我們所有的沖水碼頭的系統 各位都有去過其他的國家 我們這種紙還放在我們的垃圾桶 這些都沒有掛 你再想看看 那裡面哪有可能更好 所以在這個系統上 我們要去做一個處理 大家修理會繼續要求環保局 這個部分 由環保局的指標 來去做輔助 所以我們也要讓他們 在所有的管工理由 有核武的品質 公共也好 民間也好 我們要來帶動一個 這種叫做品質提升的運動 這個變成是一個 我們的經濟業者和公部門 共同的這種運動 這樣我相信可以來帶動 我們經濟的管理品質 也很感謝貴婦可以提出很多補給的意見 也希望我們相關的部門 可以落實 因為落實就是 那個基本工 所以這個部門我們繼續來進 以上 好 感謝我們縣長以及處長 剛才做詳細的加強 如何來管理 那我們這邊做一個決議 請縣政府以宜蘭縣風景油氣區 經營管理自治條例 以及宜蘭縣營業衛生管理自治條例規定 加強強化對於本縣風景區之規劃 興建與管理 以及對飯店衛生消防安全等各項積材工作 以創造優質失事的油氣空間 以及觀光發展 並有效提升本縣住宿的品質 保障消費者的權利 我是說這個昨天做個結論 希望觀眾這邊這邊如何去加強 但是說真的發包 外包不很好 該收回的就收回 該怎麼樣來管理的 我們應該要怎麼樣來加強 我們現在各位同仁 我們的十二個專案討論 已經全部完成 非常感謝大家 那麼用心的出席 感謝館長 我們希望 經過這一次兩天的專案討論 大家很詳細的來做一個共同的決議 能夠未來對我們本縣有很大的幫助 今天的會議到這邊結束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那明天休息 後天也休息 禮拜一 我們繼續 環保局 單位執行 環保局 我們九點鐘準時 謝謝大家 今天的會議到這邊結束 三位 漱漱 你不要不說話 你要說你的一個 受得抵抗 maybe not 未必要求 感谢观看